小哥把小岛路已用了一段时间了 期间也在不断地研究和进化 目标更节能 达超更优异 主要在于窄体和活口的变化 本频道是户外记录 个人经验 装备分享 希望与各位交流露营心得 喜爱户外生活的你 值得关注哦 欢迎进入小岛实验室 今天有四个配置不同的小炉子 测试对比 先用原始标准版做对照 来看看它的数据状况 室温19.8摄氏度 98度酒精25末 主要测试燃烧时间和热值 使用Tranjia 0.6升水壶 400末水 水温18.1度 放上水壶 等着来看数据吧 标准版出火及中火 啊 燃烧值输出得到 呈现完美的蓝色碗形火焰 持续稳定中大火燃烧 8分20秒 听到沸腾的声音 这时候炉价温度在80.5度 继续燃烧 观看火焰 一路稳定 漂亮蓝火 16分开始 进入中小火阶段 到18分 燃烧完毕 嗯 这个火焰数据曲线 煮开水煮饭都很好 数据后面会一并统计 煮完了开水别浪费啊 用瑞典瓢碗来冲杯咖啡 休息一下 实验继续 复合材料模式 上层陶瓷棉 下层方火炭纤维棉 待会把陶瓷棉铺在上层 再盖上钢丝网燃烧测试 这里人提醒一下 钢丝网罩四周蓝角要按压锐利 中央平面一定要平整 有助于气化燃烧稳定 先将陶瓷棉塞进钢丝网罩 提醒注意 陶瓷棉有微小粉刺 皮肤接触非常容易滋养过敏 操作务必做好防护 妥善套进小岛炉里 一样使用98度25磨酒精 水温18.3度 室温20度 水400磨 开始燃烧即时 出火为蓝色火焰中火状态 三分钟逐步火焰增大 相较于标准版属于大火燃烧 火焰刚好符合湖底范围 热效能不浪费 六分半这时候 炉价温度来到115.2度 热力明显较高 七分半听见沸腾声音了 沸腾时间比标准满快了将近一分钟 移开水壶关火 持续中大火燃烧 但时不时有红火出现 可能是载体成分问题 也可能是燃烧质大了些 越到后段红火越明显 12分半进入小火 15分钟燃烧完毕 复合材料载体火力较大 燃烧时间较短些 熄火之后冒烟有些异味产生 当初饭和如载体配置有些担忧 陶瓷棉表面有一些焦化痕迹 下一个继续 这次采用日本首作职人爱好的钢丝棉材料测试 先将钢丝棉剪成两半 对高于合高 因为中心蓬松 从一侧剪开 重新捲食塞进小岛饭和如理压平 饭和如理塞进一块半到两块的钢丝棉 尽量按压紧实 完成后盖上钢丝网罩 表面尽量均匀接触贴紧 同样25毫升酒精 400末水 水温18.1摄氏度 燃烧计时开始 出火较小 蓝色火焰小火 三分钟开始稳定蓝色中火 四分钟进入中大火 似乎有热力启动的曲线 七分半 颅甲温度82.5 八分半听见沸腾声 继续观察燃烧 15分转中小火 大约17分20秒熄灭 火力表现跟标准版差不多 燃烧时间稍短一点点 最大的好处是 钢丝棉燃烧几乎没有什么损耗 最后在出火口的调整 最快的方式是在盒盖上修改 但我不想影响到 原本装载酒精的功能 所以采取在里面调整 可以缩小或折躺出火改变 今天我的方法是用一块圆形铁片 挡住中间形成环形火焰 还可以增加导热面积 增大气化能力 这个造型就像日式一样 有点好看 试用考量 我会将铁片放在钢丝网罩内 条件一致 开始燃烧 偷看一下火 上市看环形燃烧没错 出火是人色中火 启动很快 大约两分 进入中大火 导热面积增加 火力大于标准版 7分半 炉价温度已经进入100度以上 8分钟 听到沸腾声 一开水壶 继续关火 火力明显大过于标准版 16分进入中小火 燃烧至18分半 这个数据很漂亮 火力较大 时间又较长一些 真是马好 马又吃很小草 烧完后 中央铁片有些焦黄变色 没有变形 冷却后会偏蓝 藉由烂烧 防火炭千万棉 对金属产生粘性 铁片的固定性更好 不会乱跑 日时版 火力大 燃烧时间长 钢丝棉板 但能接近标准版 但耗材几乎零损失 是一大特色 必须注意液体不吸收 倾倒时要小心 刷完之后 也是呈现蓝色光泽 复合材料板 一路大火表现 燃烧时间缩短 比较担忧的是 熄火之后的冒烟和异味 时间就到这里 优秀的升级板 即将上架 敬请期待